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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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坐 各位 我們上一次就介紹 《觀世音菩薩普末品》 上一次我們開始介紹經文 其實整體的經文來說 我們上一次說到 清念觀世音菩薩的名字 就是可以救渡七種災難 在這個救渡七種災難當中 其實我們上一次就介紹了 第五種災難 《約三千大千國土》 《滿庄夜叉邏刹若來老人》 《聞其清觀世音菩薩明者》 《自尊惡鬼上不能以惡眼示之》 《放伏加害》 所謂七種災難 就是水火風三難 然後就是枷鎖難 惡鬼難 今天說到 遇到惡鬼難 上一次其實也說到這裡 假如在這個世界之中 三千大千世界 就指索佛世界 是一個大千世界其中一個部分 遇到劫責難 遇到夜叉邏刹難 夜叉邏刹 是一個我們遇到災難 所形成災難的一個對象 所謂三千大千國土 其實就是一尊佛所教法的國土 三千大千世界 其實我們都熟悉了 聽過的 所以三千大千世界 是組合了很多很多的小世界 以一個衰微山為主 有東南西北四大寶洲 而我們這個疏禍世界屬於什麼 南禅寶洲 水南禅寶洲的一個小部分 所以衰微山為主 形成有日月圍繞 四大洲六肉天 成為一個小世界 一千個小世界 一千個小世界 叫做一個小千世界 一千個小千世界 三個成的 三個倍數 一千個小千世界 叫做一個中千世界 再成為一個中千世界 一千個中千世界 一千個中千世界 叫做一個大千世界 我們稱為三千大千世界 因為一千個小世界 成為一個小千 一千個小千成為一個中千 一千個中千 成為一個大千 一千個小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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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說 數以億計的一個小世界 在三千大千世界 已經包含了無數的小世界 在當中 滿中 在當中 有很多的夜叉 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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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邏刺 在三千大千世界之中 充滿了這一類的夜叉 夜叉 夜叉 邏刺 其實我們形容 是一種 惡鬼 但是夜叉 邏刺 它也會有發心的 有善的 就等於人 有好人 有壞人 於是 畜生來說 例如一隻狗 我們熟悉的 也有什麼 有 有 純的狗 也有什麼 惡惡的狗 惡惡性的狗 容易 看見人 就糟了 於是 鬼神的世界都是一樣 可以形成一個災難的 我們可以想想 也不妨好 所以夜叉是什麼 夜叉 邏刺 在佛經裡經常有說到 夜叉 我們稱為 折疾鬼 飛行很快 如果在佛教裡面形容 一個夜叉鬼 它快成怎樣 一個人站著 它向四邊 東南西北蛇箭 同時發出四支箭 在不同方向 前後左右 但是這個夜叉鬼 它可以很快的速度之中 可以追到這四支箭 形容它的 飛行速度的快 邏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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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稱為 暴惡鬼 即是 它是一種惡鬼 食人的鬼 這些夜叉 邏刺 如果要來擄亂人 便麻煩了 為什麼 一個走得快 一個殘暴 於是 我們便會 甚麼 會很麻煩 但是 如果我們一個人 能夠遇到 如果遇到 這一類的鬼 但是 如果一個人 在當中 假如在當中 我們三千世 大千世 雖然充滿了 這些 夜叉惡鬼 但是 如果 我們能夠嘗試 清念觀世音菩薩 這一類 妖人的惡鬼 是不好的 如果我們嘗試 清念觀世音菩薩 這些惡鬼 聽到 所以惡鬼 聞其清觀世音菩薩 的名字 假如那人 清念觀世音菩薩 的名字 而他想來 擾亂你 侵害你 那麼 這些惡鬼 可不可以得情 不可以 所以說 是諸惡鬼 尚不能以惡眼時之 用眼尾 用惡眼瞎一下你 他都不敢 不能夠得情 何況 加害你 用眼睛看你 他都沒有這個方便 何況加害你 所以這一段就是講述 如果一個人 能夠清念念觀世音菩薩 就可以免於什麼 免於鬼爛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 經常怕 遇到什麼 遇到什麼 其實清念觀世音菩薩 很多人不懂得念觀世音菩薩 雖然知道 懂得拜觀音 但如果未聽過普門品 未讀過普門品 他不知道原來可以念 以為觀音拿來拜 觀世音菩薩 我拜 我有事求求求求他 很多人說 當他遇到一些 俗語說不乾淨的事情 最快要念阿彌陀佛 可以嗎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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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裡也說明 如果有人遇到 夜叉挪賊之難 不刻意碰到 遇到 他都可以稱為 念觀世音菩薩 大悲咒 所以世間的人知道 他便以 世間的人說 念觀世音菩薩 或者念大悲咒 可以什麼 可以辟邪 邪是什麼呢 大家的心目之中 邪是什麼呢 就是惡鬼之類 邪人就是惡人 但是這些看不到的邪 就是這一類的惡鬼 所以 重大悲咒 是否可以對峙呢 可以的 因為大悲咒 其實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名稱 他能夠 種種化身 不同的類型 所以 大悲咒的八十四句 是觀世音菩薩化身 以不同的身形 和教化眾生的不同的名字 出現 所以 清念觀世音菩薩 可以什麼呢 可以脫離 惡鬼之難 所以七種難之中 第五種 第六種是什麼 切伏有人 若有罪若無罪 扭下枷鎖 檢係其身 清觀世音菩薩名者 皆識斷懷即得解脫 第六就是救家所難 什麼叫家鎖呢 家鎖者 就是牢獄之難 上次也有說到家鎖是什麼 如果一個人在過去 過去古時候 佛教 佛經是一個古老的宗教 所以佛教 在 邱姆羅宗翻譯到現在 已經很長久的時間 因此 我們知道 家鎖之難 就是牢獄之難 以前的人 如果 身受牢獄的時候 身陷於牢獄 所謂 擔家大鎖 大家看起來看過 就算現在來說 是被人 就算是很文明的一個社會 當一個人陷於牢獄的時候 被人捉到的時候 雖然沒有以前那麼慘 但是也有危險性 至少被人戴上手球 這個就是所謂的枷鎖 所以這一段經文裡面 就是講出救度觀世音菩薩 清念觀世音菩薩可以脫離枷鎖之難 清念觀世音菩薩 為何可以救枷鎖之難 在這裡說 若有罪若無罪 因為 陷於牢獄 通常有兩種 一種 就是罪有應得 有罪 你真的犯了事被人捉到 真的犯了法 罪有應得 一種 沒有罪 但是沒有罪 有沒有機會被人捉到 有被牽連 有一個因緣被牽連 有一種在過去 不是那麼文明的時代 被牽連 其實都是無罪的 其實都是無罪的 這兩種被牽連 也好 也好 被人冤枉 也好 其實都是無罪的 所以 他本來沒有犯罪 而被陷害的 或者被牽連在內的 其實 表面看起來 是無罪 被冤枉的 即是很冤災枉的 但是在佛教來說 其實從因果上來說 冥冥之中 可能也有過去的因 對不對 所以 當然 有罪的 你明白犯了 就是現在犯了罪 現在被鎖了 這個是有罪 不論有罪無罪 這裡說 假切 切伏就是假切 有人 有罪也好 無罪也好 被 陷於牢獄之中 扭下枷鎖 檢係其身 受到 這個 潛伏了 能夠 清念觀世人菩薩 皆識斷懷 都可以得到解脫 這裏呢 就有一個問題 什麽問題呢 很多時候 人家說 若無罪 清念觀世人菩薩脫離 就是這個應該 為什麽 沒有罪 牽連 但是若有罪 有罪 你明明做了 念觀世人菩薩 都可以唸得脫 那是不是 不合理 這裏 世俗的人 一般的人 就覺得不合理 是吧 念觀世人菩薩 就是 罪有應得的 怎麽可以脫離呢 其實呢 在觀世人菩薩是慈悲的 你說 有罪 罪有應得 而陷於 你的枷鎖之難 被人捉了去牢獄之中 他應該要付出這個代價 那觀世人菩薩呢 念觀世人菩薩 可以脫離災難 脫離這個牢獄 那是不是一個 不怕 不怕犯罪 是不是 去偷去搶 捉了之後 念觀世人菩薩 大搖大擺 走出來 第二次再捉 又大搖大擺 走出來 是不是 不是 為什麽呢 因為你能夠清念觀世人菩薩 當下一種定力 你想想 如果一個惡人 你叫他念觀世人菩薩 他可不可以這樣攝心 所以當中 只有一種人 我現在說 假設是有罪的那個人 至少他要有一個悔過心 一個牢獄捉一個人去 懲罰某一種人 惡人 其實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麽呢 令他改善 希望他呢 受了一些懲罰之後 能夠閉門思過 不是說 啊 就是我 困住你了 整頓你了 之後呢 你又再來 就是 是希望他 所以現在呢 很多 監獄裏面 都有什麽原因呢 都有令人呢 就是學習一些東西 令他將來 重過一個新的生活 是不容易的 是不是 但是 如果能夠清念觀世人菩薩呢 能夠清念觀世人菩薩 能夠清念觀世人菩薩 假如一個人犯了事 他有一個悔過心 專心一意 清念觀世人菩薩 其實都可以脫於家所致了 那當然 就看看你 你的願力有幾大 你的虔誠有幾大 還有呢 你的悔過有幾深 那是不是說 犯了事 我可以大搖大擺 為什麼呢 可以脫過 脫了這個難呢 其實至少減輕了 至少 有一個 自己有一個 新生的機會 這個 都是一種感應來的 所以 念觀世人菩薩呢 我們要 知道 它不是只是念 念是一種修辭 既然能夠修行 修辭觀世人菩薩的法門 有一個悔 一個懺悔的心 所以透過清念觀世人菩薩 禮拜觀世人菩薩 一方面表示自己的 法律懺悔 一方面 一個歧頭 其實自然 所謂在佛教裡面說 有罪當懺悔 懺悔即安樂 懺悔是什麼呢 過去 我因為煩惱 因為 就是 迷懵 我不知道 做了 做了就是做了 現在誠心悔過 悔不更作 所以懺悔的意義 不是 日美認錯 永不改過 這不是真懺悔 是嗎 對不起 不過明天繼續是這樣的 這不是真懺悔 悔其前衣 之前的過失 我真的很後悔 悔不更作 我以後不會再做 洗心革面 即是有一個強有力的心 我以後不會再做了 自己也懂得集備自己 這就產生了一種力量 所以 能夠清念觀世音菩薩 包含了懺悔 包含了 法願 改善自己 要有一個改惡 向善的心 這個配合 才可以成為 所謂清念觀世音菩薩 不是有口無心 唸到我沒事就好了 我還有一件大事要做的 我還有一件搶劫繼續要做 我去快去念念念念 我才去做 是不是這樣 不是 都是真正一個悔過的心 所以我們要明白這事情 好了 第七種難 於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國土之中 剛才解釋了三千大千世界 滿中願賊 由一個相主 將諸相仁 祭辭縱補 經過險路其中一人抢言 朱善男子 麽得恐怖 雨等應當一心清 观世音菩萨名号 是菩萨能以无谓事与众师与众生与等 亦清明者于此远责 当得解脱 文字很简单很清楚 大家看都会明白 所以如果在一个国土里面 三千大千世界 满中远财 其实世界上周围 只要它是五族恶势 每一个地方 几太平的地方 多少都有些远财 如果政治不太好的地方 冤财更多 有政府 以前来说有捕快 有警察 都保不住 所以 满中远财 冤财是有分别的 冤就是冤家 财 只是谋财 有些是两种合同 求财不遂 就生气了 生气的时候 正如我上星期说的故事 生气了 他就要发泄 就变成冤家 为什么你不带钱出来 变成冤了 所以 本来冤和财是两件事 但是 当他 谋财不遂的时候 就迁路 结了一个冤 所以 在这里就说出 有一双主 将诸双人 双主是什么呢 就是在过去 印度很流行的 印度是一个半岛 这些双人 他要出海 前面也有说到 是不是 他出海 出海 为求金银流离 车渠马路 尋补 即是说 出海经商 找一些珍贵的东西 冒着生命危险 出海 当然希望找多一点 所以现在 有一个双主 他将诸双人 带领着双人 其他双人 一对 一对人 所以以前的人 出海经商 不会单独一个人 尤其是说到 要去远的地方 所以是一个双队 一对人 所以你见过 丝绸之路经历的地方 其实都是一对 骆驼 一对 一对人 所以有一个双主 他带着一堆双人 拿着很多 即是说 带着很多的 重要的货品 所以说 要持重宝 经过危险的道路 为什么 道策出现的地方 危险 或者 战地 战地来说 都有道策出现的 其中有一个人 都知害怕 平时害怕都没办法 小心 其中有一个人 对大家说 唱热 不是唱歌 就是大声向大家报告 诸善男子 各位 不用怕 你们不用怕 与等应当 你们可以 应该一心 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大家一起念观世音菩萨 因为这尊观世音菩萨 他能够以无谓布施给众生 我们听初班的时候 听过 什么叫做无谓 对不对 布施有财师 法师 无谓师 听过 有一个 这尊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以无谓师于众生 不单止财师 法师 尚以无谓师于众生 解众生的困扰 是一个无谓师 令众生脱离恐惧 是无谓师 所以现在经过什么 险路 大家有些担心 有些畏惧的 不用怕 你们就念观世音菩萨 这尊观世音菩萨 他能够施语无谓 吸于众生 令众生能够脱离危险的境 所以与等应当清明者 你们如果能够清明 于此愿察 对于现状路经的愿察 见不到固然好 见到都可以得到解脱 就不用那么害怕了 众生人 大众的伤女 听见这个阿头说 这个伤主就是阿头 是你的领队 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 大家都念了 那时候信的又念 不信的也要念一下 如果你想想你是伤人 信的固然 不用你说我都念了 是吧 拼命念 不信的也要念了 不念你可以做什么呢 不是只有个惊子 所以大家区乏心念 大家耳口同声都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清其名故即得解脱 所以这一段就是说明 能够清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可以脱离冤财难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怨财是什么 谋财的叫做财 所以而害命的叫做什么呢 叫做怨 所以有时候可能是一起的 所以因此这个都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能够脱离冤财难 因为我们经常都有机会 亦都在我们人生路上有时难连 所以在佛教里面 其实在观音灵感录里面 是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话说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话说就是有一个商人 有一个地方 好像说是扬州 在过去扬州 扬州就是中国的地方 那时候兵方马乱的时候 一个地方 据说 就是财 有组织的 一堆一堆离 看他们都看过 什么马财 骑着马来 一堆一堆离 离就是 不像我们现在说 多有组织都好 都是一两个离 就是一堆人 去到某一条村 洗劫一空 谁也难以幸免的 据说 当时有个人家 在扬州里面有个人家 他有一天 他也是很虔诚 礼拜观世音菩萨 一晚 他发了个梦 告诉他 观世音菩萨告诉他 我们即将会 有一对贼来 洗劫你这条村 你最好快点 安置你的家人 一家大小 带他去一些安全的地方 带他去吧 把一些重要的财物都搬去 那你们家人 只要能够搬来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免于难了 不过这样 你全家人都走得掉 唯独你走不掉 为什么 他说 因为 你不单止 因为你曾经欠落他的名寨 你过去和他有冤 你过去和他有冤 所以不是一个贼 那么简单 表面是贼 但是过去和他有一个恶缘结 所以你难以行面于难 最好你就不要跟着他 跟着他就累了一家 他说这样 他说是 所以 因为你过去曾经杀害过 那个首领 那个贼头 贼阿巴 你杀过他 所以 你过去 斩了十七刀 他今生都会杀回你十七刀 哎呀 不敢 他想一想 他想一想 不知道是谁 他说 在梦中观赏了一幅 那个叫王麻子 果然 他听 就是醒了之后 是不是也好 是不是 安顿了整家人 为什么 整家 就是这么多口日 都要 将他迁去安全的地方 搬去其他地方 亦都通知 那些人 应当要走了 那大家收到疯 当然要走了 是不是 那你去想 哎呀 橫死定死了 为什么 观醒菩萨说 我走不掉了 叫被人斩我十七刀 哎呀 算了 那 亦都不害怕了 于是他自己 反正坐在这儿 坐以待避了 不如 他现在二戒不二戒 死就死了 都准备一大堆 吃的东西 等他们来 饮饱食醉 才是杀我 是不是 于是他就自己在那儿 烹调 做东西吃了 摆好了 一大堆东西 那就真的来到了 哇 就是 一间一间屋都很无人 找东西 收拾东西 总有财物 谁知道 一踢开门 哎呀 你怎么坐在那儿呢 哇 好像开大餐那样 为什么你不走 所以那些 贼人都吓得我害怕 他说 你不用害怕 我主定这些东西就是等你们来吃的 大家都 哇 从来做贼都没有试过 他说 你们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 叫做黄麻子的呢 哎 为什么认识我呢 原来一说之下 为什么 连我的名字都认识 后来了解清楚 哦 原来就是这样 哎 这个黄麻子说 真是你摆在观世音菩萨 这么靓 原来他叫黄麻子呢 就是以前生过天花 豆皮的 所以人人称他的黄麻子 哎 既然呢 钱就拿了 因为他洗劫成一条村 吃啊 既然有得吃就先吃了 那吃完之间 就发觉 吃一下吃一下 就想了 哎呀 应该而界不已结 其实我们做责 都是为生活都是求财 今生抢人家的东西 都是逼于无奈 他杀我 我都不记得了 是不是 那为什么 现在我杀他 似乎 好像是应份他的果 但是可别呢 冤家而界不已结 今天我吃了他一餐 哎 也都算了 但是 我怎么了结了这一段 这样的冤呢 冤孽债呢 就好了 既然呢 你过去斩了我十七刀 我现在呢 也都斩了你十七刀 哎 拿个颈来 于是呢 还用刀背呢 斩了十七刀 不断斩了 十七刀 数了 大家呢 没有拖没有险了 那这个故事呢 其实在《观音灵感录》里面呢 就是出什么 就是说呢 因为念观世音菩萨 而得免于解除这个犬家 所以责呢 的确怨责是外在的 如果从佛教来说呢 内在的怨责呢 亦都是我们的什么 烦恼 烦恼都是我们自己做自己的冤家 所以有没有听过 其实最大的敌人 不在外面 是自己的心 所以如果我们呢 将内在的怨责呢 这个烦恼呢 烦恼是什么呢 劫夺我们的功德法财 杀害我们的法身为名 令我们众生沉淪于苦海 就是这个冤 就是我们的冤家 是不是 我们修很多功德 本来有修成的嘛 一念恶业起 烦恼一来 什么都坏了 是不是很冤啊 所以最大的敌人呢 其实不是外在 是自己的心 令我们呢 真是多生多世都流转于禄道的 因此呢 内在的冤家 可以清念观世音菩萨 内在的冤家呢 其实都可以清念观世音菩萨 灭灭我们的烦恼 灭我们的贪亲痴 所以呢 下面的经文呢 也都有 能够随于散读的 好了 下面的经文呢 就是说了 无尽而观世音菩萨摩萨 威神之力 毅毅如是 这个呢 讲完一段 清念观世音菩萨 可以救七种灾难的 讲完了 所以 佛呢 又叫一声 无尽而菩萨是当机 因为 因无尽而菩萨 啟请 所以佛就有答 问题是无尽而菩萨 问的 所以说到这里呢 是一个小结 告一段落 所以佛呢 又叫一声 无尽而菩萨 就是 总结呢 哎 观世音菩萨 就有这些 行愿慈悲 有这样的 威德神力 来到 救拔众生的 七种灾难 所以说 观世音菩萨摩萨 威神之力 毅毅如是 这个是总结呢 救到七种难 也都显示 观世音菩萨 威德神通之力 的力量呢 非常之 偉大 也都非常之有力量的 所以呢 就是叫做 威神之力 毅毅如是 那在这里呢 就称观世音菩萨 为摩科萨 摩科翻译为大 就是说观世音菩萨 是非一般的菩萨 大菩萨来的 因为观世音菩萨 有大慈悲 大怨力 所以功德呢 危危 能够施予众生无畏 令众生呢 能够脱离种种的苦难的 所以这个是形容 观世音菩萨的那个 功德神通之力 毅毅如是 就好像高山一样 好像海那么深 好像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毅毅如是 好像高山之高大 这就是形容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不可思议 救拔七种灾难的功德 这个举其一 其中一样 这是什么 天灾弘祸 遇到的功德 遇到观世音菩萨 都能够 拯救众生于腐难之中 下面这一段 就是什么呢 刚才说 賊 外在的賊 也有内在的賊 内在的賊 劫夺我们的功德 劫夺我们的善良 劫夺我们 本来人做了善事之后 我拜佛就有功德了 但是有时候 一念亲恨生起 一念贪欲生起 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个在我们内在 我们怎么对峙它呢 其实都可以念观世音菩萨 内在的怨财是什么 贪亲痴 所以下面说 若有众生多于人 若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弱 若多亲愧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亲 若多愚痴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都可以离痴 贪亲痴 我们时时都说的了 贪亲痴呢 我们称为什么 三毒 贪亲痴是一种毒素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当你起了贪心的时候 你会怎样 自私 为了达到目的 是什么 不择手段 所以 这个贪心 毒害我们 亲恨心 更加猶如毒蛇 如痴 不明是理 做了 做了 不对 还以为自己对 所以很多人 就说 哎呀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你不自私自利 天诛地灭 不是我要的 应该是这样 这个是不是愚痴 愚痴 愚痴 做了 还好似理所当然 如果愚痴做业呢 想不沉沦都不行了 所以 对于贪亲痴 就是什么呢 就是众生 做业流转生死 无量劫来受生死轮回 就是因为贪亲痴 这三种的根本烦恼 令到我们做业流转了 因此 因此 因为贪亲痴 会毒害我们的什么呢 心灵 令到我们 流转生死之中 所以是一个冤家 别想着冤家一定在外面 冤家在内面 所以通常有句话说 山中拆二致 心中拆难防 是不是 家拆 这个家拆还在我们内心里面 时时和我们一起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才是重要的 因为外在的拆 只是什么呢 我们只是损失身外之物 这个拆令我们做业流转生死 甚至落于地獄 都是因为贪亲痴 所以我们怎么调节 我们这个贪亲痴呢 所以修行是什么呢 就是要去除贪亲痴的烦恼 不过来说 很多修行的法门 都有教我们 不同的方法 对接不同的烦恼 都有的 但是你会说 哎呀 这些我都不懂 是吗 我又没有什么研究 我又不懂 或者我听了之后 我都不太明白 怎么去修呢 不知道 那你可以怎样呢 你可以呢 清念观世音菩萨 所以这里说 若有众生 假若有众生 其实每一个众生都会有 是多是少 多于仁欲 尚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变得离辱 仁欲 你可以说 贪亲痴当中的贪欲 贪欲的范畴很广门 所谓 是财色名食碎 地狱五条根 是不是 而在贪欲之中 这个呢 多于淫欲 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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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佛教来说 众生轮回生死之中 淫欲就为 由贪外生 亦都成为轮回的根本 我们是欲界的众生 欲界众生是什么 皆以仁欲而正性命 所以自古以来 我们读过历史 自古以来 每一个朝代 改朝换代 为什么会改朝换代呢 腐败了 是不是 腐败的时候 以后 其实呢 如果我们 聪明一点 理考中事 一说到 为什么会灭亡 随其说几句都中了 荒荒人无道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什么呢 因此荒人无道 是什么 就是一种贪欲 方众 所以 有这种贪爱呢 令到自己容易造业 甚至 破败家 亡国 都是这样 所以世间的人 以为成为 万恶人为首 所以 这个是什么 我们要 我们要 就算现代的人 现代的人 是不是 每个人都很自由 很开放 但是很多的问题 会出现 家庭问题 出现 亦都是因为这一样 家庭问题出现了 是引致社会上 很多的社会问题 就是这样 所以 在儒家说 食色 性也 天生 但是 学佛的人 我们要懂得 懂得 调节 所以人 与 畜生之不同 就因为有一个伦理观念 是不是 要懂得 调节自己 所以 在佛对 在家的人 在家佛弟子 要求他 你要受戒 持戒 守持五戒的人 要遵守不邪人 这条戒 遵守这个伦理的观念 指乎离了 所以能够学习不邪人的时候 他指导自己不要放纵 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 也要知道 有一类众生 不是每一类众生 多于淫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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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放纵 所以无始以来 这是一种烦恼窄气 多生多世都有的 不容易出来的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 在灵验经里面也有说 他说 假如有六道的众生 其心不仁 则不除其生死相逐 也说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贪 这种淫欲的心 就不会生死相逐 所以修行的人 他说 佛呢 有个对了难尊者说 他说 你修三会修事不定 本来可以超越陈奴生死 但是如果人心不除 不能够调伏这个 贪欲的心 尘不可出 终有禅定 终有多致禅定 现前 又不断人 必落魔道 所以 天上的魔女 天上的魔王 也有什么 有修行 不过就是 人心不除 必落魔道 因此 在佛教里面说 如果我们不懂 念观世音菩萨 对峙这种贪欲的方法 也有什么 有其方法 例如我们熟悉的 有什么 多贪众生 要收什么 收不静观 观察众生的 观察身的不静 自身不静 他身不静 如果我们多贪欲的话 我们要观想不静观 所以我们 读初阶班的时候 大家都要听过 不静观 在三十七道分之中 其次 也可以收什么 同体观 观想一切众生 与我同体 都有佛性 而且多生多世以来 互为父母师长 互为兄弟姐妹 互为亲属 如是观察 我们就可以调伏自己的欲望 正如《凡网经》里说 一切难止是我父 一切良人是我母 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 所以多生多世以来 互为父母兄弟 所以我们怎么观想呢 要观想一下 学习 好像四十二章经里说的 观想老的 比我年纪大的 如母亲一样 长者 比我年纪大一点 如我的愚者 少者如妹 小过我的 如子女一样 于是 目的就是调伏自己的爱慾心 第三种 我们还可以什么 要讨论 我又不懂收不静观 又不懂收同体观 哎呀 那么多我不懂去观 我又不懂坐禅 怎么办呢 那便可以学习 五庭心观里面的多障众生 念佛观 念佛 以念佛的功德力 消除我们的业障 藉着念佛的佛力的加持 佛菩萨的加持 令我们消除这个欲念 正如 现在经文所说的 常念恭敬观世仁菩萨 常念 这个重要 常 就是事事念 不是十日念一次 一个礼拜念一次 是事事念着观世仁菩萨 常念观世仁菩萨 重要 很恭敬去念 尊心一意去念 尊心一意去念 恭敬去念 用心虔誠去念 同时一路 祈求自己 能够去除欲念 常念恭敬观世仁菩萨 常念 事事念 还有恭敬 恭敬是什么 礼拜 心里面有一个恭敬的心 新的恭敬是什么 礼拜 所以上行礼拜 恭敬观世仁菩萨 叫做常念恭敬观世仁菩萨 就可以达到 我们有一个目标 我们有一个 为何要念观世仁菩萨 我贪欲心重 怎么办 我常念恭敬观世仁菩萨 希望观世仁菩萨 加持我 如果世俗人说是保佑我 加持我 令我有智慧 去除不应有的欲望 这个变得离欲 都可以的 如是贪亲之都是 亲恨心 有些人我不是贪欲重 我生怒重 所以三读之中 第二种是亲恨 亲恨呢 生怒的一个情绪 生怒的心态 这个是非常之不好的 杀人放火有时都是生怒 都是生怒 不生怒 你怎会做出损害人的行为呢 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 不顺我以一个逆境 令自己的身心刺性起来 就会产生一种恶热 所以如果这里说 若有众生多于亲愧 有一类众生多于 就是说 那个亲恨心特别重 这三句要留意一个多 超于常情 当然你说我不是 我都有一点生怒 我不是超于常情 但你想不想改呢 最好我改到零 是不是 多 如果你说我都不算多 不过我都想改善它 更加精益求的 我都可以怎么观世音菩萨 所以如果有一类众生多于亲愧 亲怒心重的 那就是 那它可以怎样呢 常念恭敬观赏菩萨 它就可以 离于亲恨 就可以 跳伏亲恨心 人 恨怒呢 其实有三类 一般呢 这个恨怒是有三种 一种呢 信你亲 什么叫信你亲呢 一种叫非理亲 一种叫爭论亲 信你亲 恨得对的 恨得有道理 继续恨 好不好呢 当然都不好 非理亲呢 没理由的 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没理由呢 譬如一句 有时呢 你做一样东西 你要做一样东西 举例 话说一些人呢 他说 他要煮东西 要煮东西 要煮东西 他要透火 以前的人用透火 透火是用柴起火 起极都起不着 谁是女的 没有人是女的 他记不住 生气了 一脚踢他 踢他 踢他什么 是不是自己还痛 这个合不合理 是你自己 没有一个技巧去透火 一脚踢他 踢个什么 踢个灶头 踢完之后 你的脚是不是痛 但是发泄了 这个是不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 你走路不过意 踢到一个石头 追着一个石头来骂 有没有 有的 是不是 这个不合理的 非离亲 我知道别人没有得罪你 你都会生气别人 更加非离亲 一种辩论亲 咬人不赢了 就流了 有些人又喜欢咬 又喜欢跟你辩论 辩论 人不赢的时候 就流了 几天不理你 是不是 所以 在《遗教经》里面说 亲恨 就如劫财一人 劫功德财 无过于亲 所以我们常常都去劫功德财 财是没有功德的 但是如果我们 拜佛 懂得学佛的人 有些功德 你懂得行善的人 有些功德 是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 做得不及人好 我生气了 念经 不够大声 生气了 旁边的人比我生气 这个是不是 劫功德法财 这个合不合理 不合理 所以在《佛教大致道论》里面说 一念亲心起 生气的时候 能够能消功德 功德很难栽培一棵树 整起 但是一念亲心起 星星之虎可以了月 所以亲恨心是很恐惧的 所以自己能够制服 能够调伏亲恨心 就好像拉着一只马 马车 这个马是狂奔的 所以要懂得控制这只马 所以要善于调心 这个才是重要的 一般来说 在佛教的行门之中 如果你说 我们怎么可以调伏这个 我们的亲恨心 就是要修什么呢 修慈悲观 所以你说 多贪众生修不正观 多亲恨众生修慈悲观 哎呀 我不懂修慈悲观 怎么办 这么麻烦 我又要学 念观世音菩萨 不用怎么学 现在告诉你 一句话你就会学 对吧 每天念 好像念阿弥陀佛 不过我转过去念观世音菩萨 还要礼拜恭敬观世音菩萨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常念恭敬 事事念 每天念 当我礼拜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调伏我的烦恼 我的烦恼是什么 容易生气 生气就是小气 小气生气的时候 自己又辛苦 别人又辛苦 吃你的黑口黑面 自己又辛苦 什么辛苦呢 冤真悔苦 对吧 所以 在佛教理里面说 亲恨心就像毒蛇一样 为什么呢 亲恨心 所以亲恨心重的人容易 懦于毒蛇 在佛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话说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他是挺富有的 在过去来说 他效到共生 就是一个功名 又有钱了 又有点点功名 在那条村来说 就是不可一世了 于是就很多家丁、仆仁 很多 他的家丁、仆仁 就觉得 我的主人 我的主人 就是有有功名 有有财力 于是 就是似财灵人 所以 时常走出来 那些家丁 都已经 都已经 黑黑白白了 很多人 就受他们的气 有一次 不知怎样 他就去到 一个地方 其实都是自己去村 就霸了一个姓陈的陈老头 就是老人家 就霸了他 就觉得 他觉得 那里的风水好 那就 一于去那里 找一个藏位 以前的人 很重视 那个先人的藏位 找到一个地方 于是 就要挖走他的墳 这个陈老头 当然是不适 不适 就是 你又不够人多 又不够人恶 没有办法 但是 不断有他挖 就好像千夫所指 做什么 你这么什么 这么不孝华 这么什么 哎呀 他就好什么呢 他就好 很不舒服 打也不够人打 以前 拳头再近 功夫再远 何况 他的主人 又有些功名 是不是 他就很生气 但是 不争取 不干涉 又被自己的家人 一些族人 骂 于是 他两边都不知道怎么办 很生气 他就很生气 他就很生气 他想想 正日就借酒消瘦 他就发怨 发过毒怨 我呢 死了 我就要什么 变成一个毒蛇 我现在呢 为什么呢 我做人 我斗你不过 我又没有能力 我又斗你不过 钱又不够你多 我怎么办呢 于是呢 他就 谈自己的家财 是什么呢 买一些靓木 买一些好木 那么呢 要做什么呢 做一副棺材 给自己 以前的人 未死就做好棺材 他自己亲自监工做一个棺材 特别叫木工做棺材 你给我弄个洞 从来的棺材 最怕有裂痕 为什么要弄个洞呢 他说你不知道 终于你给我弄个洞 唉 有时候喝酒消瘦 唉 我不弄个洞 我怎么可以呢 说出自己的理由 我呢 那条蛇 那条蛇呢 我从洞里捐出来 就要咬死他 哎呀 你这样说 我收你钱 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就弄个洞 就弄个洞 可以做 那这件事呢 因为这个木工知道了 出去外出的时候 说一下说一下 自然呢 就会说出来 啊 就传了出去 传了出去呢 就被他共生 就是主人知道了 原来这件事呢 那些主人呢 就完全不知道的 就是那些下手 雷士 管家 雷士 那当这个共生听到之后呢 他虽然有钱而已 虽然骄傲而已 但是不盲失的 想一下 哎呀 怎样啊 他想一下 古时的人呢 都有一些 害怕的因果的嘛 真的变成蛇咬我 哎呀 想一下 了解情况 觉得都不对的 挤人家的祖坟 其实很罪过的嘛 很阴质来的嘛 他都觉得不对 于是呢 就责备了自己的那些家丁 那些管家 为什么还这么说 什么什么 都不行的 这么怨恨 连个棺材 这么重要的棺材 都要弄个洞来 死了 发现要变毒蛇来咬我 哎呀 烟鸡鸡不宜结 于是呢 就整一围酒菜 哎呀 请这个 陈老先生 来到吃饭了 陈老先生 想一下 哎呀 叫我做什么呢 没什么好感 于是呢 其实呢 最初都不 不太愿意的 但是这个人呢 亲自呢 找人送个请帖 以前请人吃饭 那个帖去请的嘛 亲自去请 哎呀 这样 但是都没什么好感 但是呢 这个人呢 就是怎么样 要熄灭他的那种亲恨心呢 亲自当他的面 责罚自己的家丁 哎呀 真是呢 大庭广众之中呢 当着他的面 责怪他 你们 立刻要去陪罪 哎呀 始终呢 人呢 又觉得 你这么书尊降跪 高高在上 哎呀 真是好像 那条气顺了 哎呀 那算了 接受去 其实都接受了 勉强接受 不过现在人的气顺了 那喝酒啊 吃啊 喝喝一下呢 醉了啊 喝得多嘛 醉了 一醉呢 就是 吃得多嘛 那嘔啊 嘔了出来 一嘔呢 不过 吓死了这个共生 哎呀 好彩 一嘔之中 原来有一条蛇仔 一条虫 哎呀 想想 好彩 这个呢 就是什么 亲恨心 他发愿做蛇嘛 是吧 嘔出来之后 都有一条虫 哎呀 这个虫是什么呢 就等同一条小蛇了 所以这个共生说 哎呀 好彩 如果我今天 不解冤色结 即使他没有能力 真的在棺材里面走出来 真的要报仇 为什么 心力强的嘛 我要报仇 我死也要报仇 死那天 都心心念着 怎样要捐去 他家里报仇 所以那个念力 是不是很强 所以如果念佛念力强 就一定可以生结落世界 是不是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 心中的亲恨心 我们怎么去除这个亲恨呢 尚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好了 若多愚痴 贪亲痴是这样 愚痴是这样 这里也说明 尚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变得离痴 所以在大致道论说 什么叫愚痴呢 对着一些东西 愚痴不一定蠢 愚痴是什么呢 不明是理 所以大致道论说 有利者我 有利我者 就会起贪欲了 就会见利忘义 都是一种愚痴 就是 好像戴了休息眼镜 蒙蔽了自己 唯逆我呢 不顺我以的 生下一个亲恨 其实这个都是愚痴 所以这些 这些事不从智生 是从狂迷生 面对一个利欲分心 为什么利欲分心 愚痴 迷懵了 这个愚痴 所以 这种多愚痴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不明是理 什么都 所谓利欲分心 火遮眼 这个都是愚痴 所以愚痴是什么呢 在佛教里面说的叫做无明烦恼 愚痴就是无明了 没有了光明 眼睛不明亮 心亦都不明亮 所以 愚痴来说 有迷事无明 迷理的无明 所以 这种愚痴一起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做什么 做恶业 所以可以怎么样呢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所以多愚痴的人 在修行来说呢 五庭心观之中 愚痴重的人 又多愚痴的人 要修什么呢 修因缘观 怎样令到自己 可以有智慧呢 愚痴就要用智慧对自愚痴 怎样令到自己有智慧呢 所以在佛经里面尝试说呢 能够要修什么观呢 修因缘观 最简单来说 怎样令到自己有智慧呢 以文思修来对峙我们的义痴 不明是理 多听文佛法 多听经文法 思维佛法 思维佛法之余呢 我们还要受词佛法 时时提起正确的正念 正念是什么呢 正确的思维 当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正确思维 我们想想佛法教我们怎么办 佛法教我们要报仇 我们好不好损害人啊 佛法教我们忍辱 生气一会儿就好了 要不要想着报仇啊 是不是 所以尝试听文佛法 听经文法 可以启发自己的智慧 在五庭心灌之中 多余痴的众生收恩怨观 余痴只是想着自己 没有想到别人 无名的嘛 所以要想一下 万法恩怨生 一个缘起的人生 我好 人家好我们才好得起 于是呢 我们就会什么呢 就会开放些 就不要这么执着 余痴过于转牛角尖 所以有智慧是怎样呢 懂得改变一个角度看一下 转的念头 哎呀我都不懂得收 什么叫做恩怨观 那我怎么算呢 最简单的是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一方面呢 可以消除业障 另一方面呢 可以得到观世音菩萨的 威德神力加備 另一方面呢 自己呢 就可以提醒自己的正念 来到破除自己的疑痴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这个是什么呢 就少了疑痴了 所以在佛教里面呢 大家或者也听过 一个小沙眉 念观世音菩萨而得到智慧 有没有听过 沙眉礼拜观世音菩萨得到智慧 话说有一个沙眉呢 这个沙眉很笨 很蠢 他最初出家呢 他师父就教他 哎呀 你读经啦 背极也背不懂 对着读呢 都读不了 哎呀 怎么办呢 你教他听经文法 那些道理更加消化不了 笨 不过幸好呢 这个有这么愚笨的沙眉呢 他就懂什么呢 幸好听话 没办法了 听经听不懂 那怎么办呢 五师父就教他 好吧 你日日去拜观世音菩萨 要虔诚礼拜 恭恭敬敬礼拜 你日日向观世音菩萨祈求 弟子心懵懂 弟子什么什么名 我的心懵懂 求聪明乞智慧 大慈大悲 廣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祈求 你念这句 师父特意比这么长 等他几下 接着念一句就拜一拜 念一句就拜一拜 那拜多久啊 不知道拜多久 那师父说 算了 拜多久以前没有中 拜到我叫你停就停 就一定停 每日去拜 那师父呢 就教我整个时间 ест rotten Merl 所以那师父呢 就解药 你听到我打一下人气的声音 你就可以收工去睡觉了 于是他每晚就这么拜 有一晚 一师父说不教你读经了 不教你这么多读经 你就拜 做完事日头做事 晚上就拜 专拜佛 有一天 那天师父太疲倦 睡着了 一觉睡醒的时候 那个小三眉还在拜 哎呀 糟了 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不记得去叮她 她不懂得起床 这些东西很蠢 于是想去叮她 看看是否真的这么蠢 还在这里拜 不见了人 哎呀 以为她老实 一点都不老实 哎呀 第二天早上就找她了 我昨天 都没有叮一声 为什么你去叮一声 就离开 就去睡觉 那不对的 偷工减料 是不是 那么不老实 那不是 我是听到叮一声 我才去的 那这个呢 口同鼻咬 没得咬 那师父说 哎呀 是吗 真的吗 她说 真的 好吧 那算了 有她了 那第二晚 师父就说 好 是不是真的 看一下 又看一下 今天就不是不过意 是有意不定 有意不定 一于不定 看一下她 够钟了 她都不定 试一试是 是不是真的 果然呢 到了差不多的时间 师父真的听到 叮一声 嗯 那三位 文讯收工了 走了 拜完了 第二天呢 师父就说 行了 你不用日日这样拜了 你从今天开始呢 就教你读经 那你拜佛呢 你可以照旧去拜 但是呢 你喜欢拜多少就拜多少了 我就不再叮你了 你自己发心 以前是强制性 现在不是了 那么 那自此之后 这个三位呢 读经呢 如有神作 哎呀 就是 力以不忘 开了智慧 所以之前 为什么开不了智慧呢 业障嘛 迷失嘛 所以这个是精神所致 所以很多人说 哎 常念观世音菩萨 真能说什么 又多如痴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变得离痴 为什么说 他笨而已 他不是愚痴 对 他笨 他不是愚痴 但是都愚痴 为什么呢 不知道为什么他忌忌 他都想忌忌不到 这个说不通的 除了业障深重之外 都没得了 所以后来 他就打通了 就是啟发了自己的智慧出来 为什么 定力 又定 产生智慧 又戒生定 又定生慧 戒是什么 师父叫你这样做 是不是 不是什么 沙微十戒 五戒 就是遵守规矩 叫你去做 老老实实去拜佛 我们在拜佛之中 教你这样念就这样念 是一丝不久的 恭敬礼拜 他就产生定力了 又戒生定 听教听话 戒 生定 又定 就启发了智慧出来 所以这一段 就是说 常念观世音菩萨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就可以来 什么呢 贪亲痴三独 无尽而观世音菩萨 有如是等大威神力 多所遥益 事故众生常应心念 这一段 就是总结 总结观世音菩萨 有这么大的威德神力 为什么叫做威德神力呢 神力者不可思议 非一般人的力量 清念观世音菩萨 能够随贪亲痴三独 显示观世音菩萨的神通妙容 所以说威德神力 并且勉勉大众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能够得到众多的功德 观世音菩萨尝试以慈悲行 遥益众生 所以事故因此缘故 众生应当常应 常时应该要心念 应该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所以事故因此缘故 我们众生都应该 事常都应该要念 都应该要恭敬观世音菩萨 这个就是总结 观世音菩萨有这么大的威德神力 所以说给大众知 观世音菩萨 能够免除 当众生遇到种种水火封烂的时候 道策烂、枷锁烂等种 能够清点观世音菩萨 能够脱离七难 又能够消除 在修行人来说 我们要有多少学佛 如果世间的人 他没有想着要消除 贪亲痴三独 要认为应份 你脾气不好 预生俱来 迷想的 有没有想过自己要改 没有的 所以去除贪亲痴三独 修行的人 学佛的人 他才知道贪亲痴三独 在我们心里面 贪欲、亲恨、愚痴 可以改善的 他才知道这三样东西叫做三独 会损害我们的功德法财 是不是? 他才知道这三样东西 是不好的 同时知道要改善 懂得要改善了 懂得这些贪亲痴的祸害要改善了 你就要什么? 就叫做修行 如何改善 如何改善? 多贪众生要修一笔正观 懂不懂? 又不懂 怎么办? 学吧 学不理了 怎么办?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所以观世音菩萨在普普品里面 都提供我们一个简单地修行方法 简单而有效的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离贪、离亲、离痴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有这么大的威德实力 能够降伏一切 外在的群境 内在的烦恼魔 所以可见观世音菩萨是有 能够如是利益众生 所以多所遥益就是说 能够常念观世音菩萨就 不是只有一种利益、两种利益 而是很多的利益 例如能够降伯众生的 贪、亲、痴、三灾、七难等等 因此缘故 我们应当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所以 这个就是离 七难之后 去除贪、亲、痴、三毒 下面是什么? 应以求 以求是什么? 这个是说求 那些是不好的 我要脱离它 这些是自己想要的 是什么? 世间的人 当然要求的事情很多 世间的一种苦难 除了前面说的七种灾难 当然也有少许的事情 还有其他的 不过这个是比较大路 大家是难以去解决的 所以列了出来 就是 二求 这个 亦非人力所能 求的东西 怎知道两种求 不知道有多少种 百种求 千种求 你看一下 过年的时候 大家去黄大仙 或者去拜观音的时候 求多少 那些清单列出来 比礼物更多 比年货更多 比年货更多 但是这里 为什么只有两种求呢? 我要求什么? 我要求财 我要求升职 这个呢 求财 求升职 这个世间的财物 你可以凭你的力量去努力 有机会得到 是不是? 但是呢 二求呢 求男得男求女得女 就非一个 利力 如果没有的时候 你想说 我努力一些 怎么努力呢? 尤其是在过去 医学未发达 未有试管婴儿的时候 更加没得求 只是望天打掛 是不是?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所以这个非一般能力所得 你说 我想赚多多些钱 你努力一些 可以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儿没有女 你说我想有 怎么办呢? 有儿有女 在过去的人来说 重要的 为什么重要呢? 養儿防老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呢 因为人来说 在过去的农业社会 人灯兴旺的时候 你就多了劳动力 是不是? 家族就会壮大 所以是很重要的 因此呢 这一段呢 就是说到 观世音菩萨 是不懂事 教化众生 慈悲 免除众生的苦难 吸予众生 无畏思 因为当你一个人 我们要知道 在过去的年代 没有儿没有女 其实呢 是人生一个遗憾 不同的现代 是不是? 所以这里说 若有女人 痴欲寇男 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便得福德智慧之男 痴欲寇女 便生 端正有上之礼 宿直得本众人爱敬 这个说出 哇 寇男得男 寇女得女 这个说 假设有女人 为什么不说男人呢? 男人都想要的 不过呢 不过呢 一般来说呢 女人的那个恩求呢 就逼切些 过去呢 你说 如果你娶了一个老婆 没有一儿半女 那你可以继续娶第二个 或者三个 所以不逼切 其实有时候都逼切的 是不是? 不过呢 女子来说呢 她更加逼切了 所以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 你没有一儿半女 尤其是没有男子 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 全宗接代有问题 是不是? 同时被族人欺负你的 在过去来说 现在就不会了 甚至在家庭里面 都没有什么地位 所以出嫁从夫 老来从子 没有儿子 从什么呢? 这是一个悲哀 在过去 所以 对女性来说 对父来说 这个呢 非常之急切 所以这里说 如果有女人 公敬礼拜 公敬礼拜 新业的公敬礼 所以公敬礼拜 有三种 庄严堂舍 是一个公敬礼的公敬礼 公敬礼的修行 实践去行 在过去的人 如果他 当然不像香港的人 住得那几百尺地方 就算住在乡下 屋也挺大的 有钱的人 更大 真的 但是 几乎整个堵住了 都可以 以前的人 是大的 大屋大蛇 所以富有的人 他是庄严堂舍 一间佛堂 在自己的屋里面 闭一间房 闭一个厅 你做什么? 宫敬礼 自己念经 宗敬 当然 现在可不可以呢? 如果我有家 我的地方有多少可以大的 你也可以闭一个角仔 当然不是一间屋 一个角仔 你做什么呢? 来到供一尊观世音菩萨 方便自己 礼拜 所以庄业 就是说 所谓庄业 有些摆设供品 供养观世音菩萨 表示什么? 恭敬 为什么用礼品 用一些香花灯果 去供养 执得漂亮的 布置得妆严 是恭敬 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有心思 第二种供养是什么? 读经 礼佛 修行的供养 当你重念好门品 或者重念 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时候 礼拜的时候 是什么? 是修行的供养 自己真的要重经 摆东西 拿一碟水果去拜 拿一碟灯去拜 功功敬敬 故然有心思 但是接着我就走了 自己 有时间的时候 没有时间都好 安排一个时间 重经 念佛 观世音菩萨名号 礼拜 为什么我会没有儿女 忏悔叶章 叶章 礼拜 恭敬观世音菩萨 修行的供养 所以这是法供养 以饮食供养 以物资供养 糖射庄严 这是什么? 物资 一个供养 还有 饮食衣服的供养 物资的供养 所以有时候供佛的时候 为什么会饮食呢? 饮食、茶水、供养 所以供佛 这些都可以供佛 一种物资的供养 表示一个供养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礼拜供养 所以除了鼎礼之外 我们要做种种的供养 这个是表示什么呢? 我们要一个虔誠 一个祝愿 能够这样呢? 常念、恭敬、观醒菩萨 常念 不是念一会儿 发愿念 尝试念 天天念 恭敬 天天礼拜 供养 你可以什么? 求男的 切欲求男 他上次有个男 男丁 变身福德智慧之男 你就生到一个有福德的儿子了 福德的儿子 有福不然还要 还要有得 听教听话 是不是? 有福又有福报 有得又有善行 善行是什么? 至少孝顺父母 很辛苦 求到一个儿子了 不孝顺的 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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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 变身有福德、有福德、有德 重要是有智慧 智慧是什么? 明白是理,有知善巧的 所以包含了什么? 聪明 但是只要聪明不一定有智慧 对不对? 所以有智慧 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男孩 以前的人,男 有他的事业 所以如果有福德而无智慧 就是痴福 是吧? 只有福不可以,是一个遗憾 如果有智慧而无福德 也容易露到 是吧? 所以两者都应该有的 所以这是福德智慧之男 生个儿子,你也希望生个乖子 还要生个儿子 对不对? 又乖又聪明 又要有良心的 善行的,又有德 所以只要有福 没有德,你就糟了 有福的 你也会有福德智慧之男 但是作威作福 做业多了 你又糟了 求女 希望有一个女 生了一个女 现在的人 在过去来说 生儿子还要过生女 对不对? 但是只要有儿子 没有女 都觉得不够完美 所以要好 一个好字 是有儿子有女 一起合成一个好字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 他说 我都希望有一个子女 为什么有女 尤其是作一个妇女 以前的女人 有一个女 懂得母亲的心事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 他都欢喜女 切我求女 就能够 如是亦都要礼拜 供养观世音菩萨 都是一样 他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呢? 在变生 端正友上之旅 端正的 友上的 就是生得事事正正 是不是? 端正的 友上之旅 所以 端正来说 亦都是 含有 好的品德 不会说任性 娇蠻 这一类 友上 有一个生得事正 不一定是很美 但是 不会丑弱 是不是? 美好的 还有 宿值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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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宿值 就是过去生中有善根 过去生中有什么? 有好的善根 有学佛的善根 有些好的杂气 本来是很温柔 本来是什么? 挺好的品德 所以宿值得本 他那种良好的品德 与生俱来 因此 又有好的外貌 又有内涵的内在美 是不是众人爱敬? 走出来和人有缘 所以令到大众对他 他也有一个爱敬之心 因为有宿世的善恩 和人结过缘 所以今生 再加上有端正有上的品貌兼备 所以令到人家对他也有恭敬 所以 人家看到也尊重他 那这些人是不是人见人爱? 小时候人见人爱 大了之后人家也尊重他 所以这也是重要的 所以 礼拜观世音菩萨 而求男得男求女得女 在过去 即使现在来说 也有效 现在说 很多人不恨有子女 但是也有很多人想有 所以 甚至有的时候 你也希望有一个好的儿子 好的女 是不是? 所以清念观世音菩萨 营救在任何时代都用得上 好了 最后也总结 无尽而观世音菩萨有余事力 也有众生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福不堂 如果有众生能够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福不堂捐 什么是福不堂捐呢? 什么是福不堂捐呢? 就是不会白做的 你说我今天无所求也好 我礼拜恭敬观世音菩萨 你都积累了福得 就是不会浪费了 叫福不堂捐 因此缘故 我们众生要知道 佛提醒 因此缘故众生皆应 所以众生与观世音菩萨有缘者 都应该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的意思就是 都应该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就是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恭敬心 礼拜 就是身口业的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 所以身业恭敬礼拜 二业 心里面有一个虔誠 再深加上 口常念观世音菩萨 三业之中以二业为主 礼拜恭敬 心全恭敬 就可以得到什么? 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所以说福不堂捐 不会泻底的 不会白做的 有一个我们普通说的话 所以福不堂捐 有很多人 为什么呢? 不会白做 不会浪费了 一定有它的功德 不会说徒劳无功 所以礼拜观世音菩萨 如果与观世音菩萨有缘 既然有缘 能够得闻观世音菩萨名字 大家都应该发心去清念礼拜观世音菩萨 好了 说到这里 刚刚讲完了 下个星期 我们就讲一下 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种认身 观世音菩萨 讲到这里 其实第一段 成本武门品 可以说 就是 观世音菩萨 因何缘故叫做观世音 讲到这里讲完了 下面呢 就会再讲 毛俊尔菩萨又再提出三个问题 是吗? 他如何由于疏婆世界 如何以为众生说法 方便之力 歧视云寒 三个问题 观世音菩萨也答复他 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二认身 游化众生 如何去教化众生 这个就是 下个星期 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 好 我们一起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多 好 好 那我们呢 下个星期继续了 阿弥陀佛 先吧 先吧 好 好 感谢 好 图 好 好 好